哈囉大家好,我是曉飛凱,歡迎來到我的第二頻道 我們今天的主角是這一個龍科 最多可以剪CD8的水屬性龍科 那我們搭配上束環針剛好是CD8 我們就來試用看看這隊到底有多變態吧 那我這邊刻意放了三張CD比較高的 特別是我們束環針以及我們的五仙座 那其他都是以CD比較短的為主 原因就是因為如果說你的CD跳著的話 你的CD是可以開的情況下 那我們剪CD龍科就不會剪到那個角色的CD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剪CD的這些能力 比較準確的放在我們的束環針身上 那麼第一關呢我們先來 喔喔不小心撞到了 先來回個血吧 好 OK 束環針 也是一個 強力的追打隊 欸,現在減傷沒有了 所以應該可以順利帶走他了吧 喔不行,我沒有消到強化珠嗎 真是有點尷尬 我們再來一次 好,這樣子 這樣子就好了 難得剛才那天降好像還不錯的說 難得剛才那天降好像還不錯的說 喔這個天降也不錯欸 版面還蠻好的 漂漂亮亮的版面 這隻總算可以打到他了吧 天降到7COMBO 順利帶走沒問題 OK 接下來我們要開一下我們水屋 然後讓大家看看這隊真正的威力了 開 開 好 直接來 好 盡量消了 居然可以帶走 沒有你,帶走了 來到第三關 也是直接來了 這個版面好像還蠻猛的 只是要消三種屬性 壓力比較大一點 好,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所以那種沒有問題來到第四關 這邊我想要直接消欸 好像版面還不錯 好 好,全部電擊珠子消掉了 來,可能問題第二階段 這邊把束款針開下去 好,轉直牌 因為這一隊其實有昇華劍的傷害 所以搭上昇華劍會比較痛一點點 就COMBO 單張五百萬的傷害 對,束款針打出來的 來到第五關 這邊也是 要來開一些其他東西了 這個 加這個 沒錯,就是 我們要開-CD龍科了 來給大家看看 我們可不可以 就是,如剛剛所說的 在一盒之內就把束環針給 開到跳起來呢 我們是剛開束環針喔,對吧 喔,沒了 沒得消 喔欸,束環針跳起來了 有沒有超級誇張 你看跳起來了 第六關 水屋開下去 好,沒有天降三個屬性真的有點可惜 不然傷害應該是更高一點點才是 好,COMBO 帶走應該沒問題 接著雷到了第七個關卡了 這邊就直接來開一個束環針 輕輕鬆鬆的解決掉囉 應該是 好,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的,解決掉了 第二階段 那這邊也是直接來轉 我覺得雙魚的缺點大概 就是我們 星珠被轉掉 導致這一隊爆發沒有辦法 真正的爆發出來 這算是 這一隊跟雙雙魚比較衝突的一點 但是這個衝突 並不 呃,應該說 優點大於缺點 對,因為我們要配合那撿CD龍科去使用 就才這樣組的 好,接著 把水無忌的關起來就好了 感覺我這個禮拜一直在介紹那個 呃,速刷 九風王的隊伍給大家 然後等到真的九風王第一集的時候 我有看到蠻多有趣的人就說 九風王會生氣之類的 好吧,那就讓他生氣啊 沒有辦法 九風王饒過我 我也是很怕你的 好不好 好啦,這邊 又再一次的無辭剪CD 然後我們的束環針又跳起來了 就是這麼無辭 這一隊就是要這麼無辭好不好 太誇張了這一隊 水壺開下去 好,有三種屬性應該就可以了 再怎麼用第一 接著第二階段 這邊就把 該開的開開 不該開的有開開 好啦,應該順利帶走沒問題 那麼,今天的 剪CD龍科的示範在這邊 搞一段落囉 今天玩起來真的是 神清氣爽 但也不用怕 CD8是很長的東西了 我們有剪CD龍科 根本就是一回合就跳起來的東西 根本就是CD一常駐 超誇張 好了,如果說你們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不用了把這部影片 分享給所有 身邊有在玩水隊的朋友 跟他講說 水隊 還是有救的好不好 拼一個 超級有的龍科就好了 好了,那如果說 想要看到更多這種 龍科的實戰影片的話 不用了按下的對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那麼,下次有新影片的話 決定時間通知你喔 那麼,我是RyKai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了 大家掰掰